自己来说这一年收获还是收获很多吧 然后自己这一年的努力 自己也感觉不错吧 就是自己的付出跟回报有一些正比吧 但是跟自己想象的还是有差距吧 因为自己的目标肯定 不只是今年的这些成绩 但是今年来说对我是一个好的开始吧 就是包括公开赛就是成人的 或者是亚洲少年级表赛 自己完成的都还不错吧 然后可能日本冠军赛前一段时间 在帮助主力他们备战试景赛吧 那一个月其实自己也是跟主力在一起备战 然后也学习到了很多 然后其实那一个风讯 对于我来说也是进步了很高 然后去打的日本公开赛 就是首先自己没有很紧张吧 因为可能就是我上一队来第一次给我的 就是成人公开赛 也是最高赛事的吧 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一个年轻队员来说 我不会就是去背任何包袱吧 自己确实就是首先打这个比赛 是抱着不输外国人的心态吧 然后慢慢地去锻炼自己 然后把每一场都当作是自己的一些积累经验 或者是积累自己的技战术水平什么的吧 七架 七架 你看我赢了冯天威 包括陈墨 王曼玉这些吧 都是比较最高 算最高水平了吧 完了自己其实对于这个比赛自己还是 首先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 但是其实越打到后面 自己感觉打得越来越好 然后包括决赛 其实自己一上来的时候 前面几局打得还是有些拘谨 然后1比3的时候 可能也是放下了一些包袱 或者是就是感觉都已经落后这么多了 然后毕竟还是跟主力队员打 然后输了肯定是 输了算肯定是赢了赚 然后1比3的时候 自己那三局打得也是告诉自己 其实输赢也就这样了 还不如就是去拼一比 然后活一比 自己对于2018来说 确实自己还是要完成一些好比赛吧 然后明年的青奥会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吧 因为对手也比较强吧 就是2018的比赛一个比赛 国际任务慢慢一个一个完成吧 但是首先对于中国队对于我来说 肯定选会放在第一位吧 然后如果明年还能参加公开赛 或者是一些其他国际比赛 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好比赛 首先我觉得这些成绩让我 就首先对我自己也是一个认可吧 就是感觉未来以后我可能会越来越好 但也有可能就是会没有想象中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 但是2017对于我来说 这一年自己打的比赛或者一些成绩 确实收获很多 然后我也会把这些成绩 跟一些比赛场上的一些收获的东西 带到下面的比赛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